我告诉大家这个怎么回事 我说首先我声明我家人没有一个币 我本人一个币没有 我们战友占个60多吧 就数量占60多 资金占不了人家资金多 最近发生事很多 我问了以后呢律师说 他说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 这个从昨天到今天的波动 首先一点不是咱战友卖币 不是福利币 就是这个卖币的人这两天 不是我们的战友 不在我们战友名单里边 就是不是有战友在背叛 我们这些新中国联邦的人 没有这是律师说的 第二他说很多基金 就现在在机构投资者找他 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大量的买 我们甚至15 20 我们甚至到30 我全给你买空的 但是我这回买的 你不能阻止我卖 我就随便跑随便买 哎我说我要告诉你 我明确我今天在直播中说一遍 我这是为什么直播原因 任何机构你到洗联储进去 你今天你这样买 这样操底这样卖 你这叫操纵市场 我不告你我不叫郭文贵 我先把话跟你说在这 这就叫做市场操纵 我明确告诉律师 你敢有人玩 我就告诉你 洗联储制定的是法律政策 别忘了洗联储是受世界的政府 金融监管的金融牌照的企业 你不用害怕 他所有说的东西都是合法的 他提现 他必须按照每月不能超过十万美元 我告诉律师 只要有人提超过十万美元 孙子我不告诉你们 我洗联储 不告诉你们这帮管理团队 对我不姓郭我战友一个月提十万 你也不能超过十万 是吧 这战友不用担心 第三 我说你告诉我的 这不是我战友卖的 不是福利币 我们大家所逼的人 任何人被欺骗 我说我这一辈子我跟你不拉倒 所以战友告诉你 这两天卖币的不是我们战友 对战友要充分的信任和爱 不是我们战友抛的币 是一位远在澳大利亚的 人家这个人不是战友 人家就是二级市场买的币 人家大量的抛 最大一单抛八万 你管不着人家 他是否是砸的不砸的 跟咱没半毛关系 人家公开市场人爱怎么爱怎么卖 你管得着人家吗 我说有本事你卖 继续卖